所以常常說我們要制定青年基本法 我先問你制定青年基本法你想幹什麼 如果你說講不出來 為什麼要制定 在希望國家工程特別強調 0到22歲投資國家未來 那麼裡面我就有提到 未來我會通過青年政策白筆書 凝聚這個白筆書之後 可以提供政府做參考 那麼這個白筆書也可以作為未來 青年基本法的基礎 18歲公民權這個是民進黨已經推動多年 但是因為18歲公民權這個要修憲 未來如果我擔任總統 那麼我會凝聚朝野的力量 然後大家共同來推動 而且朝野的政治領袖 跟他的支持者號召 社會同樣接受到這樣訊息的時候 那麼這個修憲案自然可以通過 18歲公民權竟然在去年沒有過 這讓我們看到什麼人性最惡劣的一面 要怎麼推動 第一個還是要每天 還是要鼓動 宣傳 但是如果要用公投的方法過 要用修憲的方法過 我覺得蠻難的 我們現在台灣修憲的門檻 實在是太高了 幾乎沒辦法修了 所以這一題是這樣 不要幻想一天改變這個國家 所以政治是一個說服的過程 就是有一天你超過20歲以後 再來投票 請問你會投贊成票嗎 會不會 我會 你會喔 我會 好 那我們就從現在開始 努力的跟18歲到20歲人講 推銷18歲公民權 讓他長大以後 會改變他的投票行為